卡尔是一个杀人恶魔 总是喜欢绑架金发的女人 将她们绑到自己的秘密基地后 放到一个玻璃箱子里面用水淹死 再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娃娃 然后把尸体扔掉 警方发现了好多具被制成娃娃的尸体 认为这是一起连换杀人案 然而警方却始终找不到一点线索 直到一个名叫朱莉的女孩被绑架后 警方才根据她的线索找到了杀人恶魔卡尔 然而在卡尔家里并没有发现朱莉 只是发现了已经昏死过去的卡尔 随后警方在卡尔家的地下室里 发现了女孩们被困玻璃箱 被水淹死的录像带 种种迹象表明朱莉还活着 但是警方却始终查不到玻璃箱的具体位置 进医生检查后发现 卡尔实际上得了一种严重精神分裂症 可能会永远处于睡眠状态 不会再醒过来 为此警方找到了一位潜心于人脑科研的临床学家家福 希望他利用现代高科技进入到昏迷的卡尔的潜意识里去 寻找朱莉的下落 家福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万一他在里面迷失了 那么现实中的他也会永远陷入昏迷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通过装置 家福进入了卡尔的潜意识 在那里他看到了小时候的卡尔 小卡尔胆子很小 但可以感觉出来他的性格是比较善良的 家福跟着小卡尔来到了地下室 在那里 家福见到了很多被卡尔制成的真人娃娃 同时家福也见到了成年的大魔王卡尔 因为害怕 家福触发了手上的叫醒器 从卡尔的潜意识里出来了 金章彼得再次找到家福 希望他再试一次 家福答应了 他又一次进入了卡尔的潜意识里 这一次醒来的家福 看到了小时候的卡尔 被父亲施暴的场景 卡尔残暴的父亲不仅任意毒打他 而且还用熨斗烫他 家福非常心疼小卡尔 当他转身时 家福看到了卡尔潜意识里 残存的生性善良的卡尔 原来卡尔小时候被父亲带去实行禁礼 父亲把他按到水里 当时小卡尔很无助 而周围的人们都是在袖手旁观 小卡尔心灵和身体上都受到了很多创伤 正当家福要询问朱莉的下落时 大魔王卡尔又出现了 他把家福变成了自己的俘虏 家福情况十分危险 他被困在了卡尔的潜意识里面 警长彼得决定 自己也进入卡尔的潜意识里 去救家福 彼得在卡尔的潜意识里 发现了家福 但是家福已经沦为了卡尔的奴隶 在家福帮助下 大魔王把彼得也抓住了 卡尔把彼得的肠子掏了出来 彼得大声呼喊家福 他利用家福伤心的往事 把家福唤醒 被唤醒的家福刺伤了大魔王 彼得也在房间里 发现了关于朱莉下落的线索 家福本想要继续救赎可怜的小卡尔 但是彼得拽着家福 从卡尔的潜意识中醒了过来 彼得知道了朱莉的下落后 离开了研究所 独自去寻找朱莉 而家福则擅作主张 趁大家不注意 启动了逆转程序 这一次 他让小卡尔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 他找到了小时候的卡尔 卡尔向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伤心往事 但是此时大魔王卡尔也出现了 他是来争夺小卡尔的 但因为是在家福的潜意识里面 所以家福拥有强大的力量 一剑刺死了大魔王卡尔 但没想到的是 小卡尔也受了同样严重的伤 家福抱着快要死去的小卡尔 走进了水池里 他用自己的爱送小卡尔离开了 家福从自己的潜意识里苏醒了过来 他因为小卡尔的离开非常伤心 而现实中的卡尔也同样停止了呼吸 另一边 彼得最终找到了藏匿朱莉的地方 并救下了快要淹死的朱莉 又小心灵的创伤 是夺目的根深蒂固 以至于走向邪恶 儿童的教育问题 始终值得人们深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